近日,李一峰嫖娼事件也是在网络上不断发酵,引来广大网友的吃瓜精神。 而且,李一峰事件也是牵扯了很多艺人,因为网红弯弯的爆料称,曾与17位男性艺人发生过关系,虽然没有放出名字,但是却给出了这些艺人姓氏的首字母。 引来网友们的猜忌,这其中就有人猜测是王一博,甚至还有人说是王一博被人包养了,一时间,更是登上了热搜,对于网络上一些流传出来的事件,王一博方面也是做出了回应。 他所在的公司乐华娱乐官方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严正的声明,表示网络上一切有关王一博的传言都是谣言,比如,有网传王一博性工作者,调娼,被包养等言论,这些都是造谣诽谤。 网友们也是纷纷议论此次事件, 对于王一博报警,很多网友都是表明支持,毕竟不能随意污蔑他人,网络上也不是无法之地,所以说,在网络上,不要随意造谣诽谤他人,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不好的后果,也是希望大家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时一定要谨慎。